各位同學大家好,例體20.6 這個題目又講考慮一個等差數列 又是,既然他講得出等差數列 我們就可以利用等差數列TN的公式去計算 他這次給我們知道我們是67,59,至到-53 叫你求這裡的項數 同學留意即是問這裡有幾多個數 問這個Number of Terms,即是有幾多項 我們看看手上有什麼資料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查到這條公式裡面 有什麼資料是已經有的 我們有A,67 我們有D,因為我們知道頭兩項已經算到D 59-67,即是-8 有A有D,我們想求項數是怎麼求呢 我們就要利用到最後的-53 好,我們先想一想 因為他是求項數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項 我們就假設他有K的項數 他有K的項數的時候,我們就問 -53作為最後的項數 他是排第幾個呢? 67是第一個,我們知道他是T1 59是第二個,我們叫T2 -53是第幾個呢? 因為這裡有K那麼多項 當你一邊數1,2,3,4 去到這裡應該是第K個 所以-53其實就是TK 好了,所以我們把它們全部混在一起 我們有A,有D,有TK 去找回K數目出來 OK,好,A和D都齊齊了 根據我們之前的公式 我們可以寫到TN出來 A加N-1乘D TN的公式就是75-8N 假設項數是K,剛剛說了 換言之第K項,即是TK 就是-53 TK就是75-8K 因為我們把N代做K 好了,解一解方程 K就是16 所以總共有16項 就是這樣得出來的 好,我們看看B部分 B部分說 求該數列的首個負數項 什麼是首個負數項呢? 我們觀察一下剛剛的等差數列 你看到它每一次是-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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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 之前已經看過D是-8 所以-8-8-8下 即是說 它由一個正數慢慢慢慢 一邊減一邊減的時候 它總有一天變成負數 我們知道-53應該不是第一個負數 應該是之前還有一些負數 現在B部分就是想叫我們求 到底第一個負數是多少呢? 當你一邊減一邊減 總有一天它會由正變負 剛剛變成負那個 就為之首個負數項 好,我們看看怎麼處理一下 既然是負數 我們就假設TN是負數 小過0 那就變成不是解方程 而是解不等式 不等式怎麼出呢? 我們假設第一個負數項叫做TN 即是第M就是為之第一個負數項 所以用回剛才A part 我們用過 我們已經有那個general term 通行 TN是75-8N 我們把M代替 75-8N 這個 什麼時候會是負數呢? 小過0 什麼時候會是小過0呢? 解解方程 解解不等式 這樣就可以出到 M其實要大過9.375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? 這個意思是 因為M是一個整數 M是說第幾項 你不會是第1.2項 所以M大過9.375 第一個數應該是10 然後11、12的一路落 都為之叫做大過9.375 所以由圖可以在這裡看到 其實這個意思即是說 頭9個都是正數 去到第10個就會變成負數 11個、12個打後 這全部都是負數 他就問我們第一個負數項是多少 那我就知道 排第10個就是第一個負數 所以第一個負數就是T10 代替下去 我們算到-5就是這樣得出來 換言之我們算到這個就會是負5 T10就是負5 再下一個呢 負5-8 看看是多少 這個就是負13 如此類推 但是第一個是負5 第一個負數項是負5 就是這個意思